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香脆的甜品 炸鮮奶 鮮奶可以炸嗎? 是呀,鮮奶可以炸的 看看我以下的示範 我們來看看材料 鮮奶糕材料有全脂牛奶250毫升 粟粉25克,糖40克,水50克 脆漿材料有面粉75克,粟粉25克,花粉1茶匙 鹽6份1茶匙,油1油2份1汤匙 冰水100毫升糖霜20克麵粉 冰水100毫升,冰水100毫升 倒入碗中,水100毫升 放入鮮奶,糖1毫升 煮溶糖1毫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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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入鮮奶糕 攪拌均勻 煮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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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中火とか灒焯灑 Ruby叫它回答 煮熟 火焯 up 煮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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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g늘 用保鮮紙或蓋子蓋住 否則會硬皮 放入冰箱 冷凍4-5小時 把麵粉、粟粉、泡打粉、鹽 攪拌均勻 加冰水慢慢攪拌 不要一次過倒入冰箱 漿要稠稠 不要太稀 不要放棄粒 攪拌至沒有粉粒 就可以加些油 加些油會比較鬆脆 油和粉完全融合 成人的濃郁 放入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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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分鐘 即時要把糕打開 切開 小米 炸起來受熱的情況 不一致 中火 先加麵粉 儘量 會黏在麵粉 可以黏得好 不用太多,學少許粉 至少要煮三分一的油 放入鍋裡 至少要浸到鮮奶糕才炸得好 160度左右,油溫 用筷子看看有沒有有勺勺 可以放少許的漿 温度就足夠了 就可以開始炸 把漿蘸 輕輕地放進去 不要太大力 不要全部放進去 因為空間不太多 把漿蘸不開 把漿蘸不開 讓漿蘸不開 炸了有少許硬 把漿蘸不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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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多一次 外皮會更脆 放多兩分鐘 油溫要開高火 炸第二次 要不可以有180度 一隻碟 然後放幾張 塑油紙 放進去 一次過放進去 炸一炸 就會更加鬆脆 現在是20秒 就夠了 把漿蘸不開 放在塑油紙上 不能關火 不然就會關火 現在可以關火 顏色很漂亮 炸好鮮奶 要放兩分鐘 把糖粉撒一撒 炸了糖粉 炸鮮奶 更加美 炸鮮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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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預先做定 炸鮮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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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香脆 炸鮮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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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做點來試試 還有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